迎接2018年风云变换的国际新局势 不止南北韩双方筹起和平的会谈 北韩更同意至少派出20人团 要参加南韩平昌举办的冬季奥运会 这次伸出和平的橄榄枝 还是核武竞赛的钱包着糖果的毒药呢 东森热门新闻评论节目明目张胆 新闻观察家张修杰 这个礼拜五要替观众来分析 原本是2017年成功研发清淡 武力震慑领进各国不可一世的金正恩 没想到刚到2018年竟然性情大变 不只主动弹劾 甚至打破僵局 愿意派出运动员参加冬季奥运会 其中原因为何 就看新闻观察家张修杰指点迷津 北朝鲜跟南韩在参加国际体育赛事上 在历史上就曾经有 那么并且在悉尼奥运跟雅典奥运上 南北韩的运动员曾经共同进场 举出了一面白底蓝色图案的统一旗帜 那么当时国际社会对南北韩走向和平 对北韩放弃核武器的发展 都给予了非常大的希望 而回顾南北韩对立 与上个世纪南韩奥运会的恐怖袭击 不难发现北韩始终停留在 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眼 因此这次将是历史重演 或是重要的破冰里程碑 新闻观察家张修杰也给出专业建议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平昌奥运会交易上 北韩一定能够从南韩拿到相当多的经济援助 而这种经济援助可以说跟国际社会的制裁 是并不相悖的 带领全美华人看懂南韩 金元朝鲜与北韩发展合物 不可分割的恶性因果循环 明目张胆张修杰开讲 本周末东森频道热播 东森美洲电视脸书官网同步播出 敬请观众锁定 东京新闻魏宽用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